大家好,我们今天聊一聊宣德基红大盘 这件藏品是美国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Frayer Gallery的一件藏品 大家我们前面聊过 在明代初期在红武创建了明朝以来 对红色特别的青睐 因为他们认为红色代表生命 他们认为生命的非常重要的三个元素 一是太阳、雪、火 大家知道红红火火 血液也是人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还有太阳 所以明朝着部建立起来 用红色来祭祀太阳 所以叫做祭红 其中红武施烧的就开始创建这个红柚 但是不特别成功 在永乐玄德期间 这个红柚 红柚瓷器达到了鼎盛 大家都知道 这个铁在那个胎和钮是一种自然的原料 在我们烧瓷的时候 在宋代就可以烧到青色 其实都是铁的一个颜色 在高温的情况下 这个铁元素小于3%的时候 在温度1200度以上可以烧成青色 但是铜不一样 铜在这个瓷土当中含量不够 经常这个需要在外界加入着色这个铜剂 就是叫做铜釉 这个铜釉需要外部来加入 但是量非常的少 一多也不行 而且在烧的时候 这个着色剂铜特别容易挥发 所以必须把握火后 当时你可记住那都是柴肴 所以在烧灶红柚的时候 成功率非常的低 但是在永乐宣德期间 这个创烧成功 而且非常的漂亮 我们现在看的这件盘子 就是宣德时烧制的一个季红柚 你看他那个颜色非常的漂亮 在我们著名的这个瓷器鉴赏家 叫耿宝昌先生 曾经说过 这个红色呢 跟永乐宣所描述的鲜红不太一样 在宣德的时候 有好多好多的这个fancy name 就非常这个有兴趣的 这个有意思的文人的说法 有人叫宝石红 有人到鸡血红 鸡红 醉红 大红 牛血红 鸡血红 等不同的说法 现在我们看这个盘子的侧面 它那个红柚还是不是特别均匀 因为它稍造温度不一样 而且在宣德期间 这个红柚也不是达到底 不会把这个底足全部染上颜色 现在我们看这个视频 它介绍了这个红色的特殊性 它讲这个红色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颜色 是一种喜庆 祭祀这种颜色 它落的是大名宣德年制这个款 双全款 它的口颜还是白色 这个铜红是右下 这个颜色 高温烧灶 大家知道这个铜非常容易变成蓝 铜绿色 但是烧上铜红色是非常难的 它是一种氧化还原这个非常复杂的一种化学变化 往往是在烧的时候偶尔出现那种红色 所以烧灶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件宣德 季红柚 盘 是非常的难得 它藏于美国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 Frior Gallery 这个美国英文翻译 它给叫Sacrificial Red 季红 其中季红柚 以宣德年间非常有名 后来清代也仿制这个季红 但是都达不到宣德永乐年间这种红的这种标准 它的口言还是那种白色 它的底足也有些白色 它不是满右 这非常的漂亮 这颜色不刺眼 大家知道 大家看到这个红 这个红色不是那么特别均匀 如果太不均匀 倒是电炉仿制 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大家有机会到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观看 再见